6月1日,纯素美容化妆品品牌的官方YouTube频道发布了张多亚的短片 在视频中,张多亚表示很荣幸能参与到推广可持续环境和健康护肤的努力中 并表示未来她将通过各种活动借进她的粉丝 张多亚身穿天蓝色开衫和白色调的套装,将清爽的形象发挥到极致 张多亚出生于2001年,与2004年出生的妹妹张远莹相差3岁 曾在医院学校和首尔艺术高中主修韩国舞蹈 目前就读于书名女子大学共读舞蹈戏 且近日,张多亚与张远莹所属经纪公司Starship旗下的Starship by Starship 签订了专属合约,正式开始了演艺活动 最近确定出演新剧《金字塔游戏》将作为演员正式出道 与宇宙少女成员鲍娜共同主演 其中,张多亚剧中饰演主角之一白夏琳 是名列前茅的学生,也是人气投票中独一无二的A级别人物 因高颜值和富佳小姐身份而有了公主外号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亲切 但实际上,内心暗藏阴暗一面 很会利用人们心理达到自己的目的 张多亚将如何演绎,具有相反性格的双面角色令人好奇和期待 而韩国网友们对于张多亚出演这个角色也有不同意见 表示,王曼超有趣的 但白夏琳的比重很大,新闻可以驾驭到吗 居然演反派,还是很期待的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欢迎留言 爱到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